第37題 舅舅晚上在中山高開車時開得很快 他感覺剛剛好像有閃光燈閃爍一下的樣子 低頭一看儀表板 發現上面顯示車速每小時120公里 過了幾天果然收到了超速法單與照片 請問當時儀表板上的每小時120公里 代表什麼意義 我們曉得 他看的時候是當下的快慢 所以這個叫做順時而不是平均 而這個快慢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所以他是速率而不是速度 所以他看到的每小時120公里 是當下的順時的速率 所以第37題問我們說 請問當時儀表板上的每小時120公里 代表何種意義 我們答案選的是C 車子當時的順時速率